C罗在沙特的工资到底有多夸张 加盟沙特联赛的C罗年薪高达2亿欧元 约合14亿人民币 14亿换算成普通人月薪则是每月1.2亿 换算成日薪更是恐怖的429万人民币 有网友调侃 假如地上有100块 C罗花3秒弯腰去减 结果却亏了50 正因如此 C罗也凭借14亿的工资再次超越老对手梅西 成为世界足坛收入最高的球员 反观C罗的新东家利亚德胜利 花2亿签约一位37岁的球员 也绝对不是人傻钱多 尽管因状态下滑 没有哪只欧洲豪门愿意接手C罗 可总裁的商业影响力依旧数一数二 签约C罗仅仅两天 利亚德胜利的官方账号粉丝 就从86万暴涨到630万 除此之外 最近三天 光是C罗的球衣就卖出了25万件 球队也因此获得了超过2亿人民币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 沙特人还在利用C罗效应下一盘大棋 C罗的加盟 不光会为沙特联赛带来全球顶级的曝光度 与此同时 C罗还会担任沙特申办2030年事业杯的大使 为沙特申办成功添砖加瓦 过去半年里 C罗与曼联的闹剧证明他依旧不服老 总裁也曾说过 自己绝对不会在西亚或者美国养老 要有尊严的推议 然而 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 对于37岁的C罗来讲 接受高薪 继续足球生涯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各位看好C罗的沙特之旅吗 谢谢大家